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最重視的底妝小技巧 今天使用藍蔻新推出的發光水粉底 它含有滿滿的玫瑰水晶脆 所以延展度超高喔 使用不同工具妝容也不一樣喔 先壓一下粉底液在手背上 用粉底刷或手輕輕的沾取一些粉底液在手背上 調節一下粉量 接著粉刷由內而外勃勃刷一層 再少量沾取粉底液 從顴骨至眼尾C字區 反覆化圓圈拋出光澤感 最後以粉底刷前端 輕拍眼下暗沉加強遮瑕增加修飾效果 或使沾取粉底液在臉上均勻的點開 接著用手由內而外的揮開 針對想修飾的區域加強輕點增加修飾效果 粉底刷可以拋光打造透亮水光機 用手則是微霧光感遮瑕度比較高 上完粉底液之後可以使用氣墊粉餅 輕拍在T字及群舟部位做打亮 氣墊粉餅帶出門真的很方便 建議你出門的時候可以隨身攜帶氣墊粉餅 隨身補光補妝 接著使用氣墊腮紅 同樣先輕拍在手背上調節用量比較不會失敗 接著以效機為中心由內而外輕拍 讓你從肌底透出好氣色 底妝最後一個步驟 一定記得要用蜜粉底妝喔 我習慣用蜜粉刷先沾取蜜粉 為了保留臉頰的光澤 我通常會跳過C字區域 只針對T字 比一兩側容易出油的部位及下巴 臉頰兩側輕刷完美底妝 想打造無辜感的嘟嘟唇 可以用唇蜜或是水水亮亮的唇翠 我用藍蔻絕對完美唇膏290 來打造現在最流行的乾燥玫瑰唇 先將唇翠點在唇腹上 輕敏一下讓顏色均勻 接著再加強點在唇中間增加立體感 乾燥玫瑰唇 先用唇膏完整塗滿雙唇 接著用棉花棒在雙唇外圍滾一圈 打造玫瑰色調的暈染唇 你們看是不是非常juicy呢 大家學會了嗎